鄭來到我們的現場 歡迎鄉鄭 接續歡迎的是徐謀俊 謀俊之後我們要歡迎的是侯彥熙 耶 女孩的角色大一點 其實現場都是男的 今天要來要歡迎的是張彥霖 歡迎彥霖 那位親戚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的設定 她的裝扮都跟以前不太一樣 熱情掌聲歡迎孫慶悅 好 現在聚在慶悅之後 我們要歡迎的是王家良 耶 聽說王家良 定裝的時候非常的特別 稍後再跟她好好聊一下她聽說的過程 熱情掌聲來主獎到場 歡迎唐宇哲先生 耶 好 我們棋位先來做合照的比本 來 孫哥這個距離可以嗎 要向前還是向後 好 我們再往後一些先來七位帥哥 好 這是我們全新的 八點滑劇 我的青春沒在怕 全新滑八七帥 今天正式第一次合體現身 在這個地方跟大家正式的卡斯發布 將會為你們認真的介紹 他們現在濃密鼓拍攝當中的 自己的全新的作品 來個手勢啊 來 來個手勢嗎 青春沒在怕 跟沒在怕似乎該怎麼比呢 七 七 好 不好意思 好 長女生說了算 那現在先比七 好 他們總共有七位 在你腳步這的扮演上呢 也有一些這個錯綜複雜交叉的 發生的故事 然後再來 欸 合照的部分 七 再來一個嗎 好 再幫那個看一下 神哥OK了嗎 來看一下 好 再一個 先看一下神哥來 視線一起 怎樣都忘記了 好 右邊 好 右邊 好 右邊來 右邊來 七位 視線一起看一下右邊 來來來 好 我們就當作在選吧 那個環球先生就可以了 好 沒問題 OK 好 中間再看一下喔 那個穿銀光色最亮的會長的相機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神哥的相機我們再看一下 來 好 左邊的攝影群 來 大家視線一起來 左邊也有 對左邊 來來來 一起一起 好 好 來 下方 來 左邊 紫色衣服的攝影大哥 大家很熟的朋友 來 OK 大家 好 接下來這個 我們要拍一些情境的概念 七個男生再湊在一起 是要自然一點 我們要設定一些狀態 許摩訓聽說很有想法 有 然後說這樣突然有妹 走過去的時候 你們大概會講 你就設計 欸 妹來了 然後就喔 這樣就好 好 交給你了 對 往那邊看 看前面 妹都在前面 對 那邊走過去 你從這邊走過去 喔 妹從這邊走過去 一個妹 一個妹 是不是 這兩個走 你走一下 這兩個是正的還是正的 我分都不一樣 沒有 走過去的時候都在想像 然後走到那邊的時候 切 大概這樣 好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沒有了 你各位坐在一下 什麼好意思呢 來 好 準備囉 好 妹來了 來 從許摩訓前面走過去 有一個 哇 這就是背 你看起來超背伤 長康的頭髮 怎麼這麼沒了 天啊 許摩訓突然叫了她一下 嘿 小姐 然後轉到頭過來 過來之後發現 蛤 是個姊姊 蛤 好 好 OK OK 那再來 再走過去的時候 好 又走回來了 好 又走過來了 走過來了 走回來 好 背一下 從那個烏翔 在那邊要走過來了 哎呀 來來來來 又沒用過來了 欸 這頭髮短短的 怎麼好像是成蝦翅的樣子 拍戲的時候好像遇到她 哇 她走走走走 她面前了 欸 這樣她是我partner 我還不太確定 她走到那邊呢 她經過時 我就旁邊了 終於叫一聲 欸 你是豆花嗎 欸 我是 她是豆花 好 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什麼都內丑 好 接下來就是 一起了 不用看妹了 能不能突然勝利一個狀態 就是現在就是 陽光灑下來 我最帥的 準備來喔 好 來 擺出一個 天啊 今天聽說 我將近四十度台北 來到這裡 非常熱情的高位 但是陽光灑下來 這樣配上我的帥度 剛剛好 來 一 二 三 擺個自己最帥的姿勢 Action 好 就這樣 這些男人 有點難纏 而且女人玩起來 比較瘋狂一點 對不對 好 好 好 看妹來這裡是不是 天啊 你這些女人真的很容易鬥耶 果然那個 兩杯高手 徐光俊出手就不一樣 好 來 左邊再來一個 左邊 左邊 給那個 左邊 這個 像一群這邊來一個眼神 好 走上 走上 好 我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大家對於男人的合照 沒有什麼興趣 那我們就來脫胎好了 你搗蛋我欣欣 來 來 吳翔正今天來了 大家先到旁邊等你 跟自己追上的Pose 好 吳翔正這次首度來到我們的華劇 在我們的八點華劇當中 他也會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出演 今天我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在裡面只是一個霸道的人 他的Partner到底是誰 唯一的已婚男子 好 他是演的是唯一的已婚男子 那上次大家有來看到的是我們女主的卡斯發布 就知道了好不好 我到底是誰 可以看清楚了 稍微讓他好來給你介紹一下 進入框框裡面嗎 在框框裡面擺Pose 好好好 中間那個框 中間那個框 擺出你最帥的樣子喔 好好好 你可以動那個框啊 然後可以怎麼樣的 手可以扶著那個玻璃 手可以扶著玻璃 手可以扶著玻璃 可以可以自己來想怎樣都行 好 這是吳翔正 希望這次的加入也可以帶給大家 全新的視覺感受 先帶外面拍 不是 你現在呢 他要去哪就去哪 好 來中間啊 好 中間看一下 中間 好 我們這次的七個男生有七個個性 有七種造型 除光劇男公民一眼就看到了 他是頭髮最短的 當我搭上了他的人生新的轉 淚一點從 RG8點開始重新出發 那麼現在呢 他也加入這個強劇的演出 這次角色也蠻吃重的 而且聽說他有一些比較可愛的狀態 但是 他是一個撩妹鬼 所以稍後我們再好好讓他聊一聊 自己在拍戲過程當中 一些有趣的新的人生經驗 來 進到框框裡面 開始把框框你的妹吧 開始撩他 好 喔 好 來 神哥這邊你先看一下 神哥混個手 來 先看一下神哥的相機 好 左邊的攝影群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 那邊過來只能看右邊 好 來 我們今天事先看上中間 跟其中間偏偏右的地方 好 我就在很多的這個網劇當中 收到很多年輕朋友的喜歡 這次加入了這個長劇的演出 來 左邊的部分 好 燕西我們先往前 謝謝 偶像一點 偶像 帥 帥帥帥 大家喜歡叫燕西老師 但今天是燕西小帥哥 你也知道他年紀很強大的 所以這次他的角色又給他很多辛苦的新功課 讓他在裡面有很多百變的表情 這次他的角色相當受到很多朋友的期待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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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很難 好 走走走 好 走走走 來 好像耶 天啊 你有去學GQ耶 但你不要尷尬 他是藝術家小帥的概念 好 但這次他要全新載進出來 哈希希也是很之前的 好 來來來 喔 有有有 有中有中 好 封面的 好好 想事情 想事情 好 大力光找到五千了 好 好 沒有 都不知道 他就是看起來就是一個本天在女才的人 好 好 好啦 燕西這個有他自己這個 如數一格的品味 這次也在我們呢 旁邊的妹都說好帥喔 好 歡迎欣欣賭獲所有工作人員的新的 他當場白書衣的 動物兒的Pose 好 OK了 情緣好嗎 沒有剛好多Q 好 燕西這次留了個大鬍子 往前一千 往前一千 好 因為這個角色的需要 讓他今天就是 要跟這些鬍子陪伴一段時間 剛剛還在偷問他說會不會不習慣 他說也還好 最近的久了以後 成了他鬍子變成好朋友了 好 張燕西這次的角色呢 跟他的這個戲中的搭檔 我們好好待會 從葉銘來自己告訴大家 好 左邊的線裙來 二樓也有喔 葉銘看一下 來 這邊 從左邊樓下的線裙 喔 終於有人去摸那個玻璃框了 好 孫慶願不要笑 等一下自己出來好好想想 怎麼跟狂想組 好 右邊 好 對阿 怎麼跟狂想組 是後面的三位 重量級男性要自己好好想想的 好 對 Pose 前面用過得不能用 齁齁齁齁齁齁 脫掉肌肉的狀態 跟王家娘是一一樣 好 對不對 但是因為有王家娘的死肉 所以他就會把音頭刷好 哇 成鞋樂最喜歡傻褲了 成鞋樂 成鞋樂來 快 臭眼 臭眼算 耶 大臉 等下弄他 左邊 左邊 偷臉給左邊 看左邊偷臉 看左邊偷臉 可以了嗎 要進框了嗎 進框進框 我們來看他可以跟框怎麼相處 大家有感受到他這次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不太一樣氣場嗎 我們這些女的尖叫聲讚一下 3 2 1 看到渣男都會尖叫 大概就是這次 心裡的 心裡的表集 所以心裡有一點渣男喔 大臉會在心裡有多渣 渣男就是永遠不會反嘴巴閉起來的 你有感受到他每一張都是在 打字的封面嗎 現在不能再給溫暖的笑 有有有 可以了嗎 好 左邊都OK了嗎 左邊左邊左邊 神經音樂左邊 好 來來來 好 神經樂開始尷尬了 現在下班了 好 謝謝神經音樂 習慣他習慣他試裝 我們訂框的時候他沒有衣服 對對對 他戲裡面的衣服沒有那麼多 好 好 大家看到我和嘉良 就會想到你想看的部分 那戲裡面到底他要給你看什麼 我現在不是很清楚 大家等一下自己來好好對一張 今天這些戲裝在他身上有點多餘 但是你知道 穿起來還是比較容易在記者會上 跟大家好好相處 來 中間 中間來 看一下聲音樂來 嘉良 好 這樣這次這個戲裡面的對手 就是剛剛的聲音樂 跟這個好朋友會有什麼樣的這個交手 然後呢 再讓我們兩個好好聊聊一下 好 中間 中間 他是黑道王子耶 大家有感覺到他笑得那麼多 這次嘉良這個挑戰的這個角色蠻特別的 就有一些這個 這個黑道色彩的那個王子的角色 這一次賦予給他的任務 但他是一個溫暖的人 所以在裡面會喔 來 左下方 來 嘉良 好 中間來一下聲音樂的部分 來 OK了嗎 好 謝謝嘉良 好 嗚嗚 好好好 這是他現在工作的人 平常跟唐宇哲相處的方法 所以他只要看到唐宇哲 就是先用尖叫來開始經濟一天的工作 歡迎唐宇哲加入青八點滑劇 然後這次唐宇哲在 上一部這個八點滑劇之後 再次的加入我們的這個八點行列 這一次擔當我們的男主角 然後也由他來為大家做重要的官圈 我的青春沒在怕 播出的時間 今天會正式的跟大家做一個訊號 來 左邊的地方 證實我們這邊 還有我們的作家的身份 好 來 我們進跨路來看 跟唐宇哲怎麼跟框上處 好 好 好 哎呦 她看沒有 有有有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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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帥不帥 帥 大聲一點 帥 很大聲 不好意思 好 女孩看到唐宇哲這位 顯得比較美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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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把控要把他推開啊 對不對 我的青春沒在怕 剛剛禮物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劇中七位主要的 這個男演員 他們會有更發展出來的故事線路 那麼 他們七位 看怎麼會拉一拉 這瘋狂的監督 好久不見的唐宇哲 只將在我們的八點華劇 跟大家正式的見面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所有的朋友 一起來到台前 如同剛剛出場的這個站位 好不好 來 重要的官宣 我們的我的青春沒在怕 正式播出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做這個線上的公告 還有現場跟大家做發布 來 宇哲 我們先跟大家打招呼 也重要訊息跟大家提醒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唐宇哲 然後我的青春沒在怕這部戲呢 就是會在七月十五號的晚上八點開始 就在每天晚上 週一 週五晚上八點跟大家見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再等我們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就跟大家見面 是 這一個月其實都在幾個溫谷的拍戲 他們每天其實都一起在工作的一群大男生 然後現在就請你們也好好的介紹一下自己居中的角色 還是將給宇哲你這次扮演的角色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一次扮演的角色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做高天碩 然後另外也叫石葉 那其實為什麼有兩個呢 因為石葉是我在戲中是一個作家 石葉是一個筆名 對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用這個筆名去跟大家見面 也就是說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但在戲裡面的生活 我會做很多一般人想像不到的事情 但卻又是最一般人會做的事情 來增加自己對於創作的那個靈感跟那個熱情 是 那其他的請大家在戲裡面去發現 謝謝 有點像現在大家概念上的《真人實驚秀》 但你是用作家的身分去體驗大家的生活 變成了你的作品 是 然後這裡面就做了一個你的跟班是不是 對 我這裡面...欸 在哪裡 對 就是 某郡俊這次在戲裡面算是我的助理 所以等於整部戲呢 他都會一直跟著我在一起 就是形影不離的 對 對 好 然後沒有什麼時間 生命動同體 對 對 對 沒有自己的空間跟時間 不能喘息 只有今天就是能夠把表現出這種 不要一直跟著 因為大家在戲裡面還是要表現出 老闆對這個助理的疼愛 所以這部戲裡面 我根本沒有戀愛的時間這樣子 ranges 兩側妳就被占據 占據 跟妳戀愛的部分 比較不會有很想看 對 對 我們想要看她跟動畫的部分 好... 這次跟宇哲沛ります 還配對的是蔡黃瑜 也是兩人算是第一次的 大大,稍後再來聊一下這個部分 真的有問題 好 那嘉良 這次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去了 Light pane到罔子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的戲中身分 大家好 我是嘉良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鲁岳芳 那我的家庭背景的確是黑道 那是爸爸那一輩的事情 那其實我結婚之後就把這個企業正派化 合法化 正能量 對對對 把它做得比爸爸那一代更好一些 了解了解 對 那就 你在講更好的時候徐柏俊就是一直投降 他在講就是用肌肉的方式去調整企業的事情 喬事情嗎 對 是用肌肉嗎 你在正能量的過程當中就是怎麼去安排公司的步調的那個規劃 就是做事情還是要有合理化 因為我這邊有寫說就是王家良的角色非常的辛苦 他要每天就是用一些展現肌肉的方式表達帥氣 對對對 哪有這個東西我們劇本都沒看過耶 沒有就是我都是行銷公關寫給我什麼 阿翔哲先生希望你看太多了 對不起 謝謝 沒有對不起 就是等一下 等一下就是要在網路上抽獎 沒有 開玩笑 對不對 你習慣就是 對 定妝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較清涼的 定妝我都是穿西妝啊 喔 它裡面有衣服嗎 裡面有 不好意思 我都知道錯誤的訊息他們都說他們沒有 那是毛俊 喔 是毛俊 現在是用毛俊有脫啊 對 喔 沒有 我們這部學長 我們先從身材最差的 開始慢慢一路往上 因為你臉最好的先脫了那個落差感會有 我懂 我懂 對 對 所以要期待網家的脫戲的這個脫的部分 可能他稍微有點時間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第七十集或 七十九 了解 脫十集給大家看 哇 好有心理 不過這個作家 真的是很毒蛇 他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直接就把他KO掉他的助理 對 你雖然脫了 但是大家就是 啊 就脫了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去描述的部分 好 那這次那個佳良好像跟清樂有一些那個 感情上的小交集 對 有一點點 那主要是因為 所以 也不能劇透太多 但是就是我跟 我跟你跟我的部分 對 我跟你的部分 跟某一位女子有關 真的 有沒有某一位 是不是直接跟他們講 就是陳以錫 就是陳以錫 對 所以這次有一些這樣的愛恨情仇 算是小三角的一個關係 小三角 那還是不要理他 都不理他比較重要 他就是殺進來的人 我們都 沒有沒有其實搞到是我殺進來 真的 這跟交代我說他是一個渣男 他是 對 他就是 不好意思 他很累 他很想要在人生當中 就是戲劇裡面有些新的挑戰 就是演渣男的那種他很開心 我非常開心 因為 大家好我是陳清樂 然後我新的角色是大載 然後他在戲裡面是一個 其實沒什麼好介紹這兩個字 就是渣男 可以加四個字吧 有故事的渣男 有故事 有故事的渣男 不是表面看的這麼簡單 真的 你不會是作家 你先作家演唱 真的 在這裡幫我們做一些非常多的認識 那有故事的部分 能夠透露到怎麼樣 可以 不好意思 那我們把我們做到這 我們先結束 可能都不行了 我也沒有再辦法跟你有對話的人 因為他的家庭背景的一些原因 導致他變得很渣 是 他是屬於後天的渣 真的 是後天的部分對不對 先天的部分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先天的部分比較 還好 對 還好 原來你們都是一些 用這位子比較 四面形象包裝的正門亮男子 大概是這種感覺 一個用黑倒 一個用渣的氛圍 其實都不是 所以因為讓這個看劇的人 深深的愛上這樣子 然後他沒有要回答我問題 我跟他做完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在跑步的時候 通常跟我話真的比較多 然後他想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 被空間太長 應該要注入菜 張燕銘先生也好 對不對 牛鬍子還習慣嗎 習慣 大家好 我是燕銘 在這部戲裡面是飾演趙穎哲 然後他是一個 雖然是自命不凡的出版社總演技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們也 討論角色很久 想說加了鬍子會比較像這個角色 因為他也算是有點毒蛇 然後很自信 因為他的人生觀就是他覺得 做任何事情就是要出版社 演技率 然後書量什麼什麼都銷售點 反正都用KTI在和量 對 雖然他也在劇裡面 因為動畫站裡面是他的屬下 天啊 你好大膽子 你把別人的女朋友 在戲裡面當成你的部署 我一定要的 那你有蹂躪這個部署的一些工作上 雖然是我們兩個中間有很多交集 很多火花 就是不管是好玩的 或是比較火爆的 火爆 很火爆的 超激烈 超激烈 就是你會丟東西給那個小朋友 會喔 天啊 這麼壞 可是我們用比較好笑的方式 用比較其他的方式 那在關心你的鬍子的部分 最近跟他相處起來 有什麼 吃東西比較困難 會沾 會沾滿多的 那你每天在刮鬍子的時候 有考慮到長度跟聯繫的問題 每天基本上都會修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真的不喜歡修蝙蝠的人 然後這一次因為角色 可以不用刮鬍子 其實會不會開心 只是因為我回家之後 我那時候剛開拍的時候 我爸回去問我說 燕銘你最近是不是接古裝 接古裝 他以為是古裝 了解了解了解 在鬍子界其實 火焰熙也是蠻有名的 他以前 對不對 劉鬍子拍過很多戲的 焰熙老師 就是看起來都比較 比較 比較頹廢一點 對對對 但他好像是火焰熙 是 然後我在戲裡面是飾演 徐開宇 那這個角色呢 就是一個 非常直的直男 他沒談過什麼戀愛 只有談過一次而已 然後 呃 也是一個非常怕死的一個人 然後尤其是遇到我的老闆 加量飾演的那個總經理 因為他一直認為 他就是那個黑道 然後他很怕 就是我只要一做做事 可能就會斷手斷腳之類的 對 所以就 演出一個膽小的樣子 對 本身就蠻膽小的啦 其實 對 那 其實在這部戲裡面 我有 我覺得蠻幸運的就是 我有兩條感情線 哎呦 對對對 但是我不是渣男 好 好 好 但是 有一條感情線 是被老闆逼的 對 然後但是 老闆對你很好耶 還逼你去哪裡 他逼我做一些 我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又怕斷手斷腳 不然他就會變成小火鍋 對 對 他就拿這種東西來威脅我 對 然後另外一條 我覺得就是 不能透露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蠻 這比較沈密一點 對對對 這個應該蠻驚奇的一件事 好啊 如果大家要看戲的時候再來講 對 因為大家對彥希就是 喜歡這樣的彥希老師啊 不覺得要藝術家 哪有 不要客氣了 那這次跟像 比如說跟徐國軍相處起來 會有些比較有違和的 其實 我是因為對到的部分 其實跟 就是只有跟老闆對到比較多 然後其他的人 我都很少對 那你會擔心跟王家良比一些 就是裸相針啊 或是 沒有 我不擔心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兩個是不同路線 對 對 就是比較 團結 對 就比較肉感 我是屬於肉感 肉感 這樣才有一個對比 我懂我懂 亮臉光在老闆裡 所以他有他的市場 我有我的市場 懂懂 就是有一個在哪個市場 對 超級市場 大概就是我的差別 感覺很好 你們這樣相處起來滿一塊 在出彼此的時候 其實充滿了一些 愛恨交織的奇妙的氛圍 你喜歡你的老闆嗎 徐某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徐某俊 對 我在 我在面前演阿森 然後我 主要都是跟宇哲哥 然後他是演我的老闆 其實我在裡面也有兩個身分 另外一個身分就是 阿森跟 另外一個 先不要說好 但是 跟宇哲哥那個 另外一個身分還滿像 真的 對 好啦 聽說你也為了戲做了一些 小巧的那個 就是 你不要想犧牲 還是你長久以來 就想做這件事 然後讓戲幫你圓後 你去打老闆動嗎 對 就是因為 因為我剛當兵回來 然後 剪了這個法律 他們就說要打個 那種感覺比較有 我愛拔妹的感覺 對 所以個人日常生活 跟這個角色比較靠近嗎 就 平常不會拔妹啦 真的嗎 就是 就是 呃 有為了 因為這個角色很愛拔妹嘛 然後就有去看一些 撩美根啊 真的 那其他要不要撩一下 康宇哲 其實 我私底下會 私底下會跟他玩一些 真的嗎 對 他私底下都會想一些那種 平常應該跟女生做的事情 討來跟我做這樣子 我其實看不太懂 為什麼要 沒有沒有 我要先想像那個 宇哲哥如果覺得他有中 那代表女生一定會中 好 所以要先實演一下 因為我比較難取樂 對 但你這也是很有道理 他通常人要我 我都是翻白眼回應他 他說一個棒打過來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對啊 我用彈的 彈的耶 天啊 你知道很幸福 因為唐宇哲彈耳朵 但是我真的有這麼享受 真的 對 你每次都是拍戲 都比較像 就是平背啊 就是朋友 就是跟一些大董哥拍戲 有什麼 一些大的心情 對啊 這些都你大哥 這一次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跟 就是 大家都 都學很多東西 這樣 對 而且哲哥真的很照顧我 對啊 他真的會跟我就是 劇本 他說這場開拍 他說有沒有加什麼東西進來 會比較好 對啊 都是用多多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個就是 我覺得你應該要這樣 而不是怎樣 誰都這樣對你 誰 沒有人 沒有人 你上次跟我說 沒有 沒事 對對對 這樣男生一起訪問跟女生 在追蹤訪問都不太一樣 對 互相之間還是會暗瞞一些 讓我們去細細追尋的行動 對 感覺滿好的 你脫衣服是怎麼一回事 脫衣服喔 就是 我好像 對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 應該是加兩個人要脫 結果變成我最早脫衣 其實我告訴你好了 劇組有跟我講說 為了要安排你有一個成人禮 所以你是這裡面最 最早有演出這個 清涼性的部分 是這樣 對 要歡迎我退伍對不對 對 是大概那種概念 所以後面不會有人 你不用擔心 我希望 希望就差不多 應該有 我算一算應該有三場 夠了 夠了 想這裡的部分 對 希望你在過程當中有得到你 我們在身心的比賽 對 對 有Feel 還不錯喔 還不錯 後面的戲應該滿精彩的 跟宇哲一起對戲 然後大家一邊的連結 我都會有想看看你們 到底怎麼互相聊對 就是我們兩個 比較鬧一點 在裡面 對 我們現在前面都很熱鬧喔 擔心等一下這個講話就是比較安靜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他 他就覺得他們比較安靜 吳翔正 就是要演已婚的部分 對 已婚的人就是在裡面話會比較少 呃 大家好 我是吳翔正 其實我話蠻多的 喔 真的 那因為 那從現在開始三分鐘都交給你 不是 不是現在在直播 想出來要 喔聽喔 要莊重一點 對 那我在劇中的角色 他叫盧柏寬 那他是一個非常囂張跋扈 然後呢 自己為事的一個人 那 我覺得他是渣男 對 但是呢 我想他是一個 很有個性的渣男 不一樣 欸你跟我握手 看起來比較渣好不好 對 你這個互相之間會找對手欸 然後做一些無聊的比賽 滿好的 對 然後 他 像我自己筋是比較緊 但他在劇中他有劈腿 啊 看我笑 不好意思 因為你自己抓我不懂 不是 我的胯 他想要給我們一個梗 是那個概念 對對對 那他是劈的 就是我覺得 有點過分啦 是 對 那我自己在生活中 我算是比較專情的人 專情的專情 對 所以我也一直在揣摩 如何去劈腿 然後如何去傷害 傷害一個人這樣 他可以幫你配對那個 是你早就認識的朋友 喔 對 對 我跟他認識十年了 是 你是在戲裡結婚 對 在戲裡結婚 但因為他現在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單身 所以我現在很害怕 你是說外面的部分嗎 對 這個部分是女明星的秘密 你不可以 我不能講 我們也沒有讓你回答這個問題 對 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Google 天啊 郝葉心老師 你經過你角色的狀態 對 那跟他搭 我覺得有一點 興奮又怕受傷害 因為 我跟他個性其實滿像 對 但因為 這個我覺得留給大家 後面看到戲好了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覺得是 因為這次八點的華劇 其實篇幅比較長 然後每個人有一些故事 就是大家也會在裡面 就是有享受一些 比較長時間跟你們相處的過程 對 但其實這次七個人 就是